成为有钱人是很多人的梦想 但很少有人去研究 富人到底是怎么成功的 加遍这13条穷人会做 但富人不会做的事 没准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第一 穷人喜欢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 在面对碌碌无为 一成不变的生活时 穷人总喜欢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们生活中90%的决定权都在自己手里 找什么样的工作 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怎么过上健康的生活 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 穷人总会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而富人则会去分析利弊 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因 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 第二 穷人往往更早结婚生子 当代社会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是件成本很高的事 根据调查 在发达国家 养育一个孩子要花掉将近30万美元 在教育稀缺 经济欠发达的地域 相同年龄段的穷人 往往比富人要更早生小孩 有的还不止一个小孩 觉得按部就班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孩子出生后 大人就被困在了温饱问题里 让孩子吃饱穿暖是最终目的 很难有更长远的发展 而富人会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能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长大 不必为了一日三餐发愁 第三 穷人喜欢跟能力相当的人交朋友 我们常说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穷人更喜欢和能力相当的人交往 这种交往更轻松自在 但是时间一长 他们的思维就会固化 觉得眼前及世界 不会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而富人往往有旺盛的求知欲 他们喜欢接触不同的人 学习对方身上的长处 打开自己的眼界 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 第四 穷人很容易放弃 穷人很难坚持自己的某个想法 我们常说的 贵在坚持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人刚一创业就是成功的 大部分企业家 都是经历过很多失败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穷人往往经历一两次失败 就对自己的能力和选择产生了怀疑 在安稳和长时间选择了前者 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把曾经的梦想抛出脑后 第五 穷人觉得所有人都亏欠自己 简单来说 就是我弱我有理 他们只看到了富人光鲜的一面 忽视了对方曾经创业的艰难和失败 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 穷人总会想 你那么有钱干嘛跟我计较这些 或者是 都怪你们这些人搞坏了社会风气 害我找不着工作 不思考自己的不足 只一味地埋怨别人 这种落后的想法 才是穷人最该改变的地方 第六 穷人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穷人往往疲于奔命 就算身体不舒服 也会并记医 没有定期去医院体检的习惯 很多时候 有些疾病早发现完全可以根治 但拖到晚期 谁也无力回天 跟穷人相比 富人往往把身体健康看得更重要 不管是去医院体检 还是让家庭医生检查 都能从源头预防一些疾病 如果真得了恶性疾病 有多少钱都救不回自己的命 第七 穷人喜欢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逐渐成了市场的主流 各种消费信贷产品 让人们开始提前透支未来的金钱 下个月工资还没到手 就已经花完了 这种完全不给自己留后手的行为 是很危险的 等真正遇到想买的东西 或意料之外的事实 很多人都无力支付 第八 穷人更喜欢看电视 穷人喜欢把时间浪费在 毫无意义的电视节目上 他们是穷人逃避现实的港湾 坐在房间看电视 和利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到底哪个更重要 这种思维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 最本质的不同 只有改变思维定势 才有可能摆脱贫穷 第九 穷人喜欢吃快餐 大部分穷人对自己吃的食物的 营养价值毫不在意 填饱肚子才是目的 这就导致他们更倾向于 高热量的油炸食品 快餐或者是甜食 这些垃圾食品 会慢慢拖垮他们的身体和大脑 而富人会精心搭配 食物中的营养含量 保证每餐都均衡饮食 第十 穷人喜欢买打折的衣服或产品 打折的衣服或产品 往往是靠低价吸引消费者 人们很可能被低到离谱的价格诱惑 买回家一堆自己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消费再轻而不再多 当穷人想着怎么把一块钱 分成两次华时 富人的精力都在怎么提升自己 增加收入上 第十一 穷人比富人起得晚 年轻时大部分穷人比富人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年轻时的头脑 思维都要更灵活 想法点子也多 如果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睡觉上 不注重提升自我 等到人到中年 慕然回首时 生活多半还是惨淡无光的 第十二 穷人不经常洗澡 想要维持一份好工作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必须的 不注重个人卫生 很久才洗一次澡的人 往往在职场上很难获得提升 这就会造成一种连锁效应 以后有其他工作机会 或晋升渠道 老板也很难想得到一个 邋里邋遢的人 第十三 穷人没有存钱的习惯 穷人没有存钱 以备不时之需的习惯 当一个好机会摆在眼前时 有积蓄的人可以大展拳脚 而没存什么钱的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而没钱的人 则越来越穷 富人喜欢靠自己 而穷人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人生这么长 如果你有梦想 不妨试试这些富人思维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穷富的衡量标准 有时候并不是金钱 实现自己的梦想的人是富人 坚持初心的人是富人 坚守原则不动摇的人 也是富人 视频制作不易 所以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